今晚還有什麼不同的表演送給我們呢 還準備了兩首 一首是古典樂 另一首是流行樂 為什麼選擇這首呢 因為這首古典樂 叫做Double Sight的A小調前奏曲 就是我小時候獲獎的 所以對我來說意義也很重大 而且這首歌的起伏很大 節奏又很快 就跟各位創業家創業時很相似 會遇到很多變化 但是最終可以越挑戰自己 而且越來越有好的成績 我相信我們在座的朋友 我們很多創業者 聽到這首這麼高低跌檔的作品 應該也有很多感受 不如現在的時間 交給Rose為我們獻上她第一首作品 火車 的聲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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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